彥阳高照的天氣中 一群嘻哈打扮的年輕人們 與民眾黨鳳山市議員 參選人陳妙蓁 共同跳著熱情的舞蹈 左一步右一步 跳出年輕人的朝氣 同時也是為18歲 投票權公投助威 就像是自創的歌詞所寫到的 年輕人要站出來為自己發聲 因為其實這個未來 就是我們年輕人要去 做這個社會的忠有砥柱 可是如果說他出了社會之後 發現說 他很多東西想像 都跟還沒有出社會之前不一樣 那其實就會 社會會耗費很多的成本 去不斷的做修正 那這時候我們當然會希望說 透過年輕人參政的 這樣一個方式 那希望可以讓年輕人 有了這個權利 有了這個義務之後 他會去更加的關心這個社會 除了呼喚年輕人 站出來的歌詞 全球嘻哈文化藝術發展交流協會 也為這次快散活動 編排了標誌性的舞蹈動作 簡單好記兼具青春洋溢 讓人一學就會 對 兩個十字 那代表十八歲的十 然後八的時候我們會怎麼樣 對 會往後這樣子一個八 就是十八的概念 然後再來我們另外一個重點手勢 就是二十歲 這邊是二十歲的部分 然後往下修十八 對 這是兩個重點手勢的部分 希望呢能讓大家更多年輕人 能夠捍衛自己的權利 讓大家可以為自己的未來去做一個選擇 快散活動不怕太陽 立法委員張綺路也到場一同力挺公投 而提到近日發生的大陵煉油廠爆炸事件 張綺路也感嘆在公安事件的背後 是台灣能源政策的結構性問題 他們很多的不管是機具啦 或者是這種基礎建設 都有很大很大的這個問題 而且呈現年年的很大的這個虧損 所以其實說實話 我們現在只是看到一個表象 比如說這種公共安全的問題 其實它這個背後有更深層的 就是它實質結構性的問題 關於整個這個能源 台灣能源的這樣子的一個要轉型 甚至是不是我們還要有那麼多 高耗能高排放的這些產業 造成我們這個能源使用過度 而出現這些大問題 我們當然都要檢討 年底的九合一大選 也同時是十八歲公民權修憲的公投 是台灣史上首次人民直接參與修憲 候選人們也用各自的方式 要讓社會聽見年輕人的聲音 記者邱玉婷 高雄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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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